浩浩六岁 那吃过北京烤鸭的人呢 一定了解到这个烤鸭呢 是要在这个烤箱里面啊 经过一段的时间烘烤 慢慢这个鸭子那个皮啊 变得又酥又脆了 就能够上桌了 然后这个烤鸭呢 也要片片 最后呢 要蘸上酱 配上黄瓜条 葱 然后卷到这个饼里面 啊入口 那香香甜甜 别提多好吃了 我们今天啊 就要在现场 把它们变成美味的烤鸭了 怎么玩呢 爸爸妈妈都是大厨 小朋友要依靠他们的臂力呢 挂在这根棍上 爸爸妈妈要按照我们指定的路线 让孩子们自己自转三圈 然后爸爸妈妈要再继续转几圈 来回呢 要进行两个这个过程 最后就可以放到我们的大饼里面 我们再卷着大葱 烤鸭就做好了 我们这个去味烤鸭 要看看谁家最先完成了 整个烤鸭的过程 谁就获胜了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烤鸭先上架了 然后呢 小朋友先要转三圈 哎呦 好啊 两圈了 三圈 好嘞 现在脚蹬着啊 然后按照我们寄定的路线继续转 一圈 两圈 三圈 好嘞 好 牛牛现在已经转完了是吧 牛牛 牛牛现在真是感觉抱了个金箍铺棒啊 好 浩浩现在也完成了 浩浩转 浩浩这个扫地机 这机器人做得非常的棒啊 现在他们掉在这个小竿上 那个小虫一直什么都掉下来的 所以他们特别锻炼他们手上的这个臂力啊 好 现在这个小烤鸭已经开始变色了 在转炉里折腾了这么半天 终于他们要从一只小黄鸭变成一只小咔鸭了 哎呀 不能掉下来啊 不能掉下来 上 上去 好 哎呀 我们的小鸭子浩浩现在基本上已经变色了 好 好 我们的牛牛牛牛牛现在也已经烤了差不多了 现在又得在炉里面转一转 哎呀 把这皮啊 被烤得松松脆脆 入口即化 最后一关啊 这就是把那个小鸭子 放到饼里 然后妈妈呢 变成一颗大葱 葱 葱好了 哎呀 然后小鸭子 上 上鸭肉 我感觉这个鸭子上面的颜色像蘸的那个黄酱 然后爸爸把饼卷好 然后递到主持人的嘴里 好 好 那个我现在尝尝了 谁让我先尝尝啊 你啊 好牛牛牛自告奋勇 让我先吃它 我先尝尝啊 我吃一口啊 哎呦 吃了一口大葱 还没吃到鸭肉 好好吃啊 烤得太好了 大厨您贵姓了 大厨 大厨姓张 张大厨做的烤鸭 真不错 我再来尝尝这边的 这是浩浩盘烤鸭 是吧 哎大厨 我觉得您这个饼比他们家卷得好更好看一点 因为我这个喜欢做饭 您就喜欢做饭是吧 我尝尝您的手艺怎么样啊 我先尝一口 嗯 真不错 这个鸭肉烤得实在是太香了 太好吃了 好了 大家是不是都想来尝一尝啊 是不是都想吃烤鸭呀 是 哎呀 那就回家让爸妈妈请你们吃真正的烤鸭吧 啊 现场 今天我们这个游戏玩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无论是牛牛一家还是浩浩一家 他们都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而且两家的速度呢 几乎是一样快的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两家人 谢谢你们 我爱情笑 我爱情笑